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历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大家对国际间谍战的了解 以色列在一个月内成功进行了三次针对哈马斯领袖的暗杀行动 震惊了全世界 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的暗杀行动 显示了以色列在敌人腹地展开高超暗杀技术的能力 这些行动无疑是对伊朗和哈马斯的巨大打击 同时也凸显了以色列国防军和摩萨德的强大实力 以色列这些行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他们又将对中东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以色列暗杀行动掀开神秘面纱 哈尼亚之死与摩萨德的影子 哈马斯领袖伊斯梅尔、哈尼亚的暗杀 像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本应受到伊朗政府的重重保护 享有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英安保团队 并躲藏在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处秘密安全屋 然而,7月31日凌晨2点 一场爆炸震惊了德黑兰 哈尼亚和他的保镖在瞬间化为灰烬 据至少三家国际新闻媒体报道 这场爆炸并非来自空袭 而是源于早已布置在他公寓内的炸弹 这炸弹可能在哈尼亚到来的前几周 甚至几个月前就已经安放好 这次远程引爆 在伊朗革命卫队的眼皮底下成功实施 成为他们难以承受的羞辱和失败 以色列在暗杀技术和计划上的高超能力 从这次行动中一览无余 这也不是第一次以色列展现 其对敌人的致命精准打击 以色列国防军IDF声称同时杀死了 哈马斯的军事领袖穆罕默德·戴夫 但哈马斯尚未确认这一消息 这三次暗杀事件接连发生 显示出其背后的重大意图 尽管德黑兰建筑的损坏被绿色屏幕遮盖 与贝鲁特的空袭后明显不同 这场行动的精密度 无疑增加了以色列参与的可能性 以色列军方对贝鲁特的空袭责任 共认不讳 但对德黑兰的暗杀则保持沉默 然而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丹尼尔 哈加里的言论也未完全否认这次行动 哈尼亚之死 促使人们更加怀疑 以色列是否真是背后的黑手 这场暗杀行动正指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在10月7日的恐怖袭击后 誓言摧毁哈马斯之际 锋芒直指这个宿敌 这次袭击导致约1200人丧生 大多数是以色列人 并有253人被劫位人质 自以色列国防军全面入侵加沙以来 据加沙卫生部门报告 已有近4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德黑兰的行动展示了摩萨德 这个以色列外国情报和间谍机构的特征 摩萨德在政治绑架和暗杀方面 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 其中最著名的是1960年 在阿根廷抓捕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 以及针对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 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的 恐怖分子的定点暗杀 1997年 摩萨德曾试图在约旦暗杀 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德·梅沙尔 使用毒药喷雾 但在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压力下 被迫提供解药 梅沙尔现在被认为是哈马斯新领袖的候选人之一 在贝鲁特的舒克尔葬礼上 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警告 伊斯兰激进组织将会报复这次暗杀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也表示 美国对海尼亚的暗杀不知情 意味参与其中 但呼吁各方缓和局势 以避免全面地区冲突 无论如何 这些事件显示了 以色列在过去一个月的行动 展示其军事和情报能力 这些行动可能是对以色列 或其利益所受攻击的报复 旨在削弱不同组织中的高层领导 并使找到他们的替代者更加困难 或者传递一个信号 即以色列有能力对其敌人施加压力 以期望阻止未来的挑衅 哈尼亚的暗杀行动 仍然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 但以色列政府的反应和背景资料 无不指向以色列的参与可能性 内塔尼亚胡在奥斯陆和平进程中 曾被视为强硬派 他的这一系列行动 更是将这种印象巩固 当前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紧张局势 正处于爆炸边缘 以色列国防军的全面入侵 带来的是一场血雨腥风 而哈马斯和其他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暴富 也随时可能引爆 哈尼亚之死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消失 而是一个组织的裂变 和整个地区局势的潜在改变 在这个复杂的国际舞台上 每一步棋都影响着全局 以色列选择如此高调和精密的暗杀行动 无疑是在向全世界展示 其军事和情报部门的强大能力 这不仅仅是对哈马斯的警告 也是在向其他敌对势力示威 以色列绝不姑息任何威胁 其国家安全的行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行动将如何影响以色列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 将成为未来关注的焦点 这一系列暗杀行动 是以色列长期以来针对敌对势力的一部分 从阿根廷到约旦 再到如今的德黑兰 以色列的目标从未改变 即确保自身的绝对安全 尽管这些行动可能带来短暂的战术成功 但长期来看 是否能真正实现以色列的战略目标 仍需实践验证 在这个动荡的中东地区 和平正如同风中之主 随时可能被熄灭 而哈尼亚的死 或许只是一个全新动荡时代的序幕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伊斯梅尔·哈尼亚 是哈马斯的领袖之一 住在德黑兰市中心的安全屋内 受到精英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保护 然而 7月31日凌晨2点左右 哈尼亚和他的保镖 因一枚可能在数周或数月前 安装并远程引爆的炸弹身亡 这次暗杀行动 显示了以色列在暗杀方面的高超技术 和精密计划 并对伊朗的安全部门 特别是革命卫队来说 是一次惊人的且羞辱的失败 以色列国防军IDF 声称杀死了哈马斯的军事领袖 穆罕默德·戴夫 但哈马斯尚未确认他的死亡 虽然德黑兰建筑的损坏 被绿色屏幕遮盖 但与贝鲁特的空袭后的情况 明显不同 以色列国防军 声称对贝鲁特的空袭负责 但对德黑兰的暗杀 则未明确承认 然而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子丹尼尔 哈加里的言论 并未完全否认这次行动 尽管以色列未承认 对哈尼亚的暗杀负责 他是最明显的嫌疑人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在10月7日的恐怖袭击后 誓言要摧毁哈马斯 这次袭击导致约1200人丧生 大多数是以色列人 并有253人被结尾人质 自以色列国防军 全面入侵加沙以来 据加沙卫生部门报告 已有近4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德黑兰的暗杀行动 显示了以色列外国情报 和间谍机构摩萨德的特征 摩萨德有着长期的政治绑架 和暗杀历史 其中最著名的是1960年 在阿根廷抓捕纳粹 阿道夫、艾希曼 以及针对1972年 慕尼黑奥运会上 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的 恐怖分子的定点暗杀 1997年 摩萨德曾试图在 约旦暗杀哈马斯高级官员 哈利德·梅沙尔 使用毒药喷雾 但在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愤怒下 被迫提供解药 梅沙尔现在被认为 是哈马斯新领袖的 候选人之一 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 在贝鲁特的 舒克尔葬礼上警告说 伊斯兰激进组织将会报复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表示 美国对海尼亚的暗杀不知情 也未参与 但呼吁各方缓和局势 以避免全面地区冲突 以色列在过去一个月的行动 展示了其军事和情报能力 这些行动可能是为了报复 对以色列或其利益的攻击 削弱不同组织中的高级领导层 并是找到他们的替代者 更加困难 或者传递一个信息 即以色列有能力 对其敌人施加压力 以期望阻止未来的挑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好的,各位听众 欢迎回到六度世界 今天我们来聊聊 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 那令人咋舌的暗杀艺术 是的,你没听错 这次的主角是 哈马斯领袖伊斯梅尔、哈尼亚 而他在德黑兰市中心的安全屋内 居然遭到一场惊人爆炸的袭击 这不是好莱坞电影 而是真实发生在 7月31日凌晨2点的事情 这次行动成功将哈尼亚 和他的保镖送上了天 对于伊朗的革命卫队来说 这无疑是一记重重的耳光 这次英雄的背后 许多人都猜测是以色列 以色列军方并没有完全承认 但也没有否认 你知道的 这种你懂我懂大家懂的语气 像是在说我做了 但我不说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在 10月7日的恐怖袭击后 就誓言要让哈马斯消失 这次暗杀行动显然是在兑现这个承诺 顺带一提 那次袭击可是让约1200人丧生 几乎都是以色列人 还有253人被劫位人职 这样的背景下 以色列的行动就更为合理了 以色列的黑科技不只是用在影院里的科幻片 而是实打实地应用在国际政治中 以色列国防军 IDF和摩萨德无疑是这次行动的背后推手 他们在这方面可是有着丰富的经验 摩萨德的光荣事迹包括1960年 在阿根廷抓捕纳粹阿道夫艾希曼 以及针对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的恐怖分子的定点暗杀 不仅如此 1997年 摩萨德还曾试图在约旦暗杀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德 梅沙尔 虽然这次行动最终因约旦国王的干预而失败 但这也显示了他们的胆量和行动力 话说回来 这次暗杀行动的成功对以色列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不只是军事上的 更是心理上的 这也是向敌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无论你藏在哪里 我们都有能力找到你 并给你致命一击 这种策略不仅削弱了哈马斯等组织的高层力量 还让他们的替代者被感压力 不敢轻易挑衅 当然 这些行动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 在贝鲁特的舒克尔葬礼上警告 伊斯兰激进组织将会报复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则表示 美国对此次暗杀毫不知情 也未参与 并呼吁各方缓和局势 避免全面地区冲突 这就像一场国际政治的大戏 人人都有自己的台词和角色 如何演绎下一幕 还真是难以预测 总的来说 以色列的这一系列精密行动 是对其军事和情报能力的一次炫耀 也是一种战略性的信息传递 无论是报复 削弱敌人 还是威吓未来的挑衅者 这些都说明了一个事实 在国际间谍战中 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各位听众 下次再见 记得保持警惕 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危险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以色列在这次暗杀行动中 展示了其无与伦比的技术和精密的计划 你得承认 以色列在情报收集 目标选定和执行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 这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 更是一种战略上的震慑 向哈马斯和伊朗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无论你在哪里 我们都能找到并消灭你 这次行动让我们想起了摩萨德 在阿根廷抓捕爱希曼的经典案例 这是另一次展示了 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无与伦比能力的行动 哈哈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超级间谍剧情啊 楚天书 但是 你说的这些高超技术和精密计划 有没有考虑到这些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呢 每一次暗杀都会引发新的冲突和暴富 看看贝鲁特的空袭 三名无辜的平民 包括两名儿童 就这样死去了 这就是你所谓的精密计划 这不过是暴力循环的无限延续 而且 以色列这种做法只会让反对势力更加团结 更加激进 齐齐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但我们不能忽视哈马斯的威胁 哈马斯在10月7日的恐怖袭击中杀害了约1200人 其中大多数是以色列人 还有253人被结位人职 你觉得这些以色列人无辜吗 以色列的行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 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应该做的 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如果以色列不采取强硬手段 那么他的存在安全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哦 楚天书 你这么说 好像只有以色列的国民无辜 而巴勒斯坦人就该死一样 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的报告 自以色列国防军全面入侵加沙以来 已有近4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这些人中有多少是无辜的平民 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只是在加深双方的仇恨 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且 这种暗杀行动在国际上也是有争议的 可能违反了国际法 齐齐 我同意这些行动带来了巨大的伤亡和痛苦 但让我们看看历史吧 1960年摩萨德在阿根廷抓捕纳粹阿道夫·艾希曼 这是一个国际上被普遍认可的正义行动 当时也有很多人批评以色列的行动 但结果是 艾希曼受到了审判 纳粹的罪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现在的国际关系和正义并不总是黑白分明 以色列的这些行动虽然激进 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 你这么说就是把以色列比作现代的正义使者了 但这样的类比有点过于理想化了吧 纳粹是公认的极端邪恶 但就连当时的行动也遭受了不少非议 还有国际舆论的压力 现代的中东局势复杂得多 哈马斯可能有其不当行为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色列的每次暗杀行动都有理有据 更何况 以色列这模作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 煽动更多的仇恨和报复 和平需要的是对话 而不是子弹和炸弹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